我愛外國人 也不求 我愛外國人 也不求 感興是沒有在那裡 人生不出任何回事 我從日本曾經聽過 是同樣的事 這次是了然而在父親 我在東京過得非常愉快 我觉得东京是一个 真的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然后让我感受到了这里的繁华 感受到日本在志愿服务活动这一块 不管是政府的志愿服务活动 还是民间的活动都非常的丰富 那么用我们现在中国人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 在广岛我体验的是一种乡土的情怀和乡土的气息 在那里边不仅有非常清晰的空气 非常容易平易近人的叔叔阿姨 还有我们Homestay的爸爸妈妈 而且日本人民是非常的热情和友好 这些经历让我对日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让我对日本有更好的开始喜欢上日本 然后对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的感觉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儿有泪不经谈 但是呢也有一句后话 叫做只是未到伤心处 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不舍 我会感受到他们的不舍